今年是禁思语出版35周年 这禁思语集结上人说过的话语记录重册 至今已经翻译成23种语言 让好话能够传播到全球各地 从4月底开始 慈激志工在全台各地区 陆续举办了音乐人文饗宴的系列活动 今天在台中大理禁思堂 有资深志工见证分享禁思语 还邀约了社区学校参加 现场气氛热闹文型 小学生诠释弦乐之美 乐生细腻悠扬 正如禁思语触动人心 这本书对很多人的人生 起了很大的作用 影响的层面是无怨佛界 步步踏实做分秒不空过 因为我之前的工作 是在长召这个区块 所以我觉得说 我可以在长者这个区块 多对他们付出一些 我有很多机会带小朋友 所以我每次常常都会说 父母恩大 君子量大 小人气大 太平国小校长赵秋英 投入教育界近40年 禁思语入校园 许续渐进 在无形中提升孩子的品德 如何把爱的力量扎根 让孩子能够生殖在他的心中 我觉得禁思语发挥了很大的力量 禁思语出版35周年系列活动 在大理禁思堂举行 回响热烈 唐美云歌子戏团演绎佛典故事 以戏说法 集结音乐人文 视觉与听觉 普出一场心灵饗宴 大爱新闻 顾佑林李月威 林雪华朱清流 台中报道